大家好,我是云燕 小吃店里的五谷豆浆 香甜湿滑 今天我们在家里复刻一下 来做一道非常营养健康的五谷豆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125颗干黄豆 清水浸泡一晚上 再准备60颗花生米 60颗芝麻 核桃仁10克 红枣20克 燕麦20克 大米20克 红豆30克 将所有的食材用烤箱烤熟 红枣不用炒熟 把红枣的盒去掉 这所有的干果烤熟以后 清水清洗一下 泡好的黄豆 加在破壁机里面 加4斤清水 再加入炒好的干果 再加上白糖 盖上盖子 按豆浆键 让豆浆在破壁机里慢慢煮 这豆浆煮了40分钟 已经煮好了 倒出来 非常适滑的五股豆浆 入口一股浓浓的五股香味 想喝五股豆浆的 按照这个配方做一下 营养又健康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烟 下期见 我再来